在嫁妆股的选股上 我會比較挑選到 它必須要有點就是 價差的空間存在 那像中華電這種就是 可能直覺上會覺得 喔這應該是嫁妆股 但是它並不會被我選中 原理是什麼 因為它其實 它的波動 它的波動其實並不會太大 你看過去這幾年來 它的股價波動大概就在110 上下 頂多到120左右 就大概就停住了 但同樣是屬於電信股的部分 我覺得遠傳就比較容易 會是我的嫁妆股選擇 過去的一個股價的一個走勢可以發現到 它曾經可以到五六十塊 然後漲到八九十塊 光是這一段的價差的部分 其實就遠遠超過它每年可能配息 配個兩塊半到三塊二 這樣子的一個股息的水準 所以遠傳啊 會適合當作一個嫁妆的選股 所以遠傳啊 會適合當作一個嫁妆的選股 還要選擇 非常好 有很多選手